講這個根源其實都是出在我的前老闆 宋先生去這個寄這個國父 國父了以後 然後講了一些話 可是我們家宋先生一直有一個毛病 就是他明明心裡面非常氣這個人 非常恨這個人 可是他就是沒有辦法很簡單的 把那個人的名字說出來 他其實只想講一句話 2000年 你那個為什麼宋主瑜會輸 就是你馬英九放假民調 你說假民調的創始者 後來還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這個什麼選前十天 不准公布民調的條款 那個就叫做馬英九條款 沒錯 好 那這個假民調的始祖 結果你現在出來說我要做全民調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婚姻有打個岔 我們一直很好奇 我相信大家很好奇 就是說明明之前你宋楚瑜是贏過連戰 贏那麼多 為什麼下一次合作的時候宋楚瑜寧可做富的呢 難道真的也是看國民黨家大業大嗎 難道你們也有搞政黨的影響力的比例嗎 我那個時候的狀況是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到了2003年的時候 其實2002年那場選舉親民黨其實是重挫的 對 其實是重挫的 然後馬英九那顆明星已經升起來了 但是大家就隱約頂在後面 那麼 重挫了以後呢 那麼當然後來國民黨也發動了一些包圍 比如說王作榮就寫文章 那個口氣跟現在陳長文是一樣的 你宋楚瑜如果不接受國親和 不是沒有連宋和 你就是歷史罪人 所以現在在逼侯友宜接受全民調的那些首錄 秋樓你感覺似曾相似 那不只是似曾相似 一模一樣國民黨都沒有長進 二三十年都一樣 連語詞都一樣 有效就好啊 對 每次都 你知道歷史罪人這四個字已經講了三十年 什麼都歷史罪人 結果自己都先承認歷史 你懂什麼意思 這些人都很天才 重點還不是要說服對方而已 重點是要說服對方的支持者 你知道懂意思嗎 兩個系統合作 我這樣舉一個例子來講 2004年的連宋和的時候 我們是在 宋先生是在那個浮華 那個公教人員訓練中心發表外言書 發表外言書的最後 他宣布要接受連宋和 你知道那個當時 當場就有人把東西 那個paper就摔在椅子上面 然後就掉頭就出來 大哥你怎樣 我支持宋先生 不是為了讓他全副總統的 我是讓他當總統的 巴就走了 從此這個人就很少看見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上面的人講一講 下面的人就全部會服從 沒有這種事 你必須 你要兩個要合作 你必須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所以我是贊成全民調的 5月我贊成全民調 9月要整合郭董 我也贊成 我也說你就用辯論加民調 10月甚至到了這個黃金會的時候 我還是支持全民調 可是那個時機已經過了 我這樣覺得 就剛剛千惠還有 這個千惠講的說 奇怪 這個時機很奇怪啊 對 只剩10天了 你連民調的怎麼做 要什麼比例 你為什麼不前面丟 你會丟到這個時候才來弄 那很奇怪 那個感覺就是 我就是要做死你侯友宜 而且我這種 那個在政治圈裡面待太久了 所以我不相信 不相信巧合的 你知道發言人是什麼嗎 發言人就是 衛生紙 保險套 好事不會輪到我們去 壞事 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心理準備 今天會被問到的 一定是爛問題 會把我早上6點鐘從床上叫起來 一定不會有好事 你知道嗎 所以他是叫他的發言人去做 好事都長官自己拿去講 對不對 所以連馬英九 恐怕都不覺得 這是件什麼好事 所以一開始 所以一開始 然後結果 那馬英九一講 韓國瑜就跟 然後再接下來 這個誰 謝國良 謝國良 那個好久沒看到 幾位長輩都跑出來了 對不對 請問一下 我們大家都 政治圈都混那麼久了 請問有誰 同時交流動這幾位 沒有啊 台灣沒有人 那你覺得是誰 當然就是對岸後面 那他共同的軸線 延伸到後面 到最後就是變成這樣子嘛 讓人家感覺很不好 嗯 那可能 可能那個感覺叫做中國的選擇是柯文哲嘛 嗯 對不對 然後 這樣子的話 那種感覺 那個指線都一直指到那邊去 這只是懷疑沒有證據 嗯 但是 政治裡面 會有很嚴重的 一個效果 嗯 然後 會變成什麼 就變成現在 現在民進黨也看懂這件事情 開始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 賴欣哲在跟誰選 賴欣哲根本就不是跟這些人選 是在跟習近平選 嗯 嗯 甚至 現在是 也不是賴欣哲在跟習近平選 是拜登在跟習近平選 嗯 那那個 那個 那個情況越來越複雜 人家侯友宜 今天所有來贏的朋友 我只要遇到 我就開始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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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不完 為什麼 他覺得非常氣 我藍營的士氣 好不容易這樣 打打打打 那被柯文哲激了 開始爬起來了 結果被你馬英九一巴掌 全部都打到鼓裡去了 確實 那 其實是這樣 我相信 那個 王金平 會講這個話 絕對不是什麼馬王鬥爭 那個 王金平沒有敵人 嗯 那個 那個 馬英九沒有朋友 對不對 都是這樣 然後 那王金平會講這個話 絕對不是他一個人的意見 他可能已經問過白派 或是這些 這些各個地方的那些角頭的意見 或是什麼張榮威啊 或這些派系頭的意見 他可能都已經走一遍了 他才會告訴大家非常生氣 或他接到這些電話 那當然生氣啊 你要知道組織系統 跟文宣系統不一樣 文宣系統像我們這個 這些做文宣的 我今天往左明天往右 抓兩頭拉中間 或是怎麼樣 那還比較好處理 那 可是我組織系統 我要往一個方向下去動 我要有人有錢 這個要辦活動 我可能一個月前我錢都要下去了 那我要辦活動的錢我 那車子什麼的我都要預訂啊 那要付訂金的 選舉其實沒有沒有在給你什麼東西了 那沒有要給你弄弄弄弄弄弄那個什麼事後付款 沒有這種事 那這些錢都下去了以後 我是要為侯做證的 我怎麼會讓他去做付的 Ok 好 所以一而言之說這個 等一下我問你 你覺得這剛剛崑宇講說 誰都可以講支持全民調 就是馬英九不能講支持全民調 因為你要知道全民調 這個是當然是柯文哲先提出的 可是馬英九的全民調跟柯文哲的全民調 跟朱立倫全民調全部內涵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只有兩種全民調有三種 對 全民調有三種 但是只要誰先提出的 就是誰上了誰的車 因為柯文哲的全民調是all in all out 他只要一個人 那柯文哲是要科猴猴科 然後朱立倫是要加上政黨支持度 所以等於說這三個人的全民調其實不一樣 但是因為全民調是柯文哲先提出來的 所以馬英九去認證了柯文哲的全民調 那變成大家都變成就兩個吧 第一個就是實質了分裂國民黨 一個是馬韓謝這邊的人 那一個更好笑 大家叫做金低高 就是金諸侯 金低高 是應該講念吧 對 那實質分兩派 那再來就是你認證侯友宜很弱 變成馬英九實質認證侯友宜很弱 剛剛大家講嘛 本來侯友宜辦了好幾場 什麼高雄 台北 萬人造勢 整個氣勢起來 那柯文哲你去實際看他的人數 大概才幾百個 那你這樣子的 本來大家覺得說 侯友宜還可以吃老二便當 還有力可以一拼 就現在你變成馬英九實質認證 你沒有柯文哲你就整個弱掉了 那我覺得今天更好笑 他限朱立倫於尷尬的一個境地嘛 那今天看起來看似啦 看似很硬啦 其實他今天就是國民黨硬起來了 就說我這次中常會還停開喔 我為了要因應一個重大的抉擇 就是要六四嘛 就是我全民調六 然後那個政黨支持度還是要四 還說我已經中了三次的退讓囉 哪三次 第一個就說你們要民主出選 然後那你們不要我就退 第二個五十五十 你們也不要我就六四 所以我現在已經退到成這樣 退無可退 然後甚至還犯狠話說 如果民眾黨再不接受 我就全面開戰 好那我截獲兩個點就好了 第一個為什麼要 為什麼這次中常會要停開 也是怕被罵啊 中常會對不對 不是要提赴總統候選人了嗎 中常會炮身籠籠啊 你這個現在不是已經分成兩個了嗎 啊很低高怕被罵啊 所以你這個中常會當然不能開啊 你未戰先摔 但是中常委先對內先炮轟 對不對 所以中常會先提開 先拖過這個禮拜 那第二個我更要覺得說 全面開戰是一件很悲哀的事 你知道全面開戰他要怎麼開戰嗎 第一個你說柯文只要全面開戰 他副手已經找好人了 不是有消息傳出嗎 19號他們都已經要辦大肇事了 然後周開蓮要跟他手牽手 人家副手都找好了 你國民黨你侯友宜要跟誰全面開戰 就我了解 他的副手從管中敏 然後一直從這個柯之恩 一直找到韓國瑜 每個人都拒絕他 我要幫柯 那個侯友宜講一下話 他真的很難找副總統 因為他找任何人當副總統 大家都覺得那個人比較適合當總統 哇咧 那你問蕭敬妍 人家至少有周開蓮跟他全面開戰 那現在侯友宜 誰要跟他全面開戰 沒有人啊 他副手就沒有人 我覺得他真的很慘 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他全面開戰 你知道他寄望誰 他寄望蔣萬安 他說國民黨以後 要開始跟台北市這些聯合 要蔣萬安 從大巨蛋開始修理柯文哲 我拜託一下 蔣萬安都已經佛系打法 躺在那裡了 你還寄望蔣萬安出來打柯文哲 台北市的那些小基 每個人都巴不得柯文哲來幫他站台 你還要聯合台北市的這些人 跟柯文哲全面開戰 所以我還是真心覺得金豬猴 金豬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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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悲哀 那個 我說一下 蔣萬安現在心情 跟當年馬英九對待連送的心情是一樣的 是 我巴不得你輸 對啊 你贏得我要等多久 沒錯 一個中評委 竟然可以叫大家不要攻擊他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現在是怎麼樣 所以我完全同意剛剛昆宇老師說的 這當然是馬英九的傳聲筒 老實說 我在今天這局的時候 我今天下午在其他友台的節目的時候 人家說國民黨現在不是只有兩派 不是只有主戰派跟組合派 現在還有一個是主祥派 我一聽到 我今天聽了以後真的是豁然開朗 真的是 因為你看看馬英九 他的slogan 大家最記得的是什麼 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我現在懂了 就是馬英九只要遇到強權就低頭 只要遇到比他強的 真的就直接投降 那他是 他們主祥派是跟誰投降 投降的對象 他現在等於是直接跟民眾黨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看到最近的民眾黨 好不容易 侯友宜有出來 就是其實朱立倫的那個裝可憐的戰術 看起來是有一點效果的 所以好不容易侯友宜的民調開始往上 這個柯文哲開始有一點拉開差距 但是你看馬英九現在開始 他出了這一招以後 立刻兩天之內 立刻柯文哲又追上來了 所以看得出來 本來大家是想說 國民黨你自己應該要爭氣點 你就好好的武裝自己 好好站好 那你還有一搏的機會 結果現在馬英九真的出來以後 又是雙手奉送 直接送給民眾黨 靖遠我回答一下你剛剛的問題 你不是說朱立倫 為什麼現在做這個事 現在才印起來 六個月前就該印了嗎 因為朱立倫恪守蔣介石的精神 蔣介石說過 勸過軍民董包們 犧牲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親眼犧牲 犧牲不到最後關頭 絕不親眼犧牲 所以還有一兵一竹都不會投降的 發展 一兵一竹都不會中 謝謝你 我們會發展 我們會出現